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里巴巴集团天猫进口事业部总经理刘鹏将出任网易考拉新任CEO 考拉品牌将继续保持独立运营 话虽如此 但考拉算不算是打不过对手就加入对手呢 在Walkman诞生40年之际 索尼在IFA展上推出了全新的高端Walkman播放器 NWZX507 它搭载了安卓9.0系统 支持HIRES音频 并具备多音源播放 外观方面 它采用了铝制机身 配备3.6英寸高清除摸屏 此外 由于支持安卓和WiFi 所以它还可以播放在线音乐 价格方面 售价高达750英镑 当然 这对于发烧友来说都是小钱 近日任天堂公布了一款Switch神秘配件的宣传视频 让玩家们大呼意外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将Joincoin手柄安装在这款配件上之后 玩家可以通过它玩一些健身类的游戏 比如这样 或者是这样 不过 有关这款神秘配件的具体信息 暂时还不得而知 任天堂将在9月12号公开更多的消息 想必宅男宅女们看到之后 又多了一个不去健身房的理由 表总问答 你问我答 昨天有网友问我谷歌为什么变更了安卓的命名方式 以前以甜点的名称命名给安卓团队带来了不少困难 比如很难找到一个以Q开头并且容易让人辨识的甜点 此外 在文化和地域方面也不利于推广 所以谷歌决定用数字的方式来命名安卓的版本 当然 对于用户来说名字是啥无所谓 好用才是盲到 好用户来说